你能想像 人類可以一天24小時都在跑步嗎 超馬24小時雅錦賽 近日在印度班加洛爾開跑 這次台灣有11位選手出征 其中林冠儒在400公尺跑道 完成537圈 為台灣跑出有史以來 受滅女子雅錦賽金牌 但過程中的身心俱疲 讓她在凱旋歸國的那一刻 終於按耐不住情緒 哎呦 就是 就是 還是很開心完成 終於比完了 超馬的 比賽前的訓練 更辛苦 比賽過程其實大部分時間蠻開心的 到國外讓 其他國家的 其他國家的選手 也可以看到台灣的 超馬選手 但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身體上的 後來有些身體上的疲勞 痠痛 但是 就是 一直覺得 帶著那種 開心的感覺 然後 還有就是 可以跟 其他國家很厲害的選手 較量的那種 那種心情 其實是蠻興奮的 受到比賽的心酸血淚 忍不住流下眼淚 對於得來不一的金牌 其實也要感謝她的對手 多虧一位來自黎巴嫩的選手 在過程中為她打氣 想讓林冠儒 又繼續堅持下去的動力 有一段時間是 常常都是 我超過她 她超過我 那 沒想到我們在差不多的時間 就是遇到一個撞牆期 那個時候我 我被她 我被她鼓舞到 因為我看她是 比我更不舒服的 因為她說她頭暈 然後想吐這樣子 然後甚至就鼓勵我繼續走 先走 走看看 對然後她牽著我走一下這樣子 看到她這樣子 很堅持的要去面對 接下來的比賽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沒有什麼好 好不跑的 除了林冠儒拿下金牌之外 隊友也在男子和女子團體部分 各自贏得季軍 今天一行人帶著獎牌光榮回到台灣 這場印度之旅 絕對帶給他們難忘又珍貴的回憶 我對待採訪報導 沒有把 早安 你